他們有停電的動作 或者把握手機開始動作的時候 他們會在我們群群上去 不公開行程 新竹市長高鴻安低調視察抽水震 但24號強台來襲 高鴻安下午5點19分 在臉書發文說自己參加中央防災視訊 卻被爆料在下午3點前不見蹤影 連兩天忙著躲媒體 敏感議題通通不回應 高鴻安被依貪污治罪條例起訴 利用職務機會诈領財務罪 刑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透過福報辦公室助理加班費等 實施零用金制度要求回繳 總計涉貪助理費46萬餘元 此案高鴻安和前公關主任 王玉文不認罪 但前兩位辦公室主任 以及法務主任三人 通通認罪 將牽動一審判決 傳出若被判有罪 當主席柯文哲屬意的接棒人選 並非抽成員或妹妹柯美蘭 而是他 因為柯文哲很明信聲量 那剛好這個黃國昌很符合他 就是說那個聲量很高 可以尋高鴻安的模式來轉戰新竹 基本上都是用在高鴻安的私用部分 很難去跟外界解釋說 他這個是屬於公務支出 碰到連續颱風架高鴻安一審宣判 延後兩天 但奪不掉的一樣得面對 三人新聞黃建成 帳號一問我們宣 台北新竹報導